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筹股和科技股谁能持续走强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太平洋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纪小骏 另外一位是深圳九霄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刘小记 好 欢迎两位 我想今天市场如期的大涨也是和周边形势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 同时大家可能对于星期天晚间 周年会关于资本市场上资本市场改革的顶层设计的一些相关的表态 可能对市场的信心相对来说比较足一些 但问题在于这种是一个消息刺激下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上涨 就是比如说回到2900点左右 还是说经过了前一轮的胶着和横盘之后 我们会迎来一个新的上涨的周期 刘总怎么看 短期应该是受到消息的影响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 一直在2900附近这个窄为一个胶着 其实也给人感觉到会不会 原来我们对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会过于敏感 这些边际的效应也会减弱了 所以我认为在成交量慢慢的逐步活跃起来的话 行情起来一点的话 可以带动一些新的资金进来 还是觉得在这个底部 我觉得会有一个抬审的过程 所以你觉得试验性的影响 还是成分重一些 对 季耀俊怎么看呢 就是市场的这种波动 我们把它当做短期的 还是当做一个长期的 首先在短线的方面 我跟刘总的观点是一致的 现在这个行情是在一种 消息面的一个刺激下 一个我想还是能看着一种 短线反弹的一个行情 这是对行情性的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看到的外围也有些利好的期待 包括国内 但是我们看到的话 排面上资金的这种成交量 依然是不够的 资金量它是很多方面 消息面它会可能会左右 但是资金面能否进入 这是一种最真实的 这是照不了假的 所以对于长线 我看依然现在还是要保持一份谨慎 这个理由我们从很多方面做了一个分析 我想的话短线来讲 对它上方的高度 可能还会再反弹 但是在上证在大概2940到2000 前期的高点是2650 这个区间是有个比较大的压力 如果没有更多的利空 再有持续的利好 它可能再向上冲一冲 但是要过3000到3050这个位置 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投资者要一个清醒的认识 涨它可能阶段性涨到哪里 不能一涨你娱乐观 你就追高 你就满仓 所以把握接受 选好购股 不要追高 我觉得现在特别要注意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话题 两市大涨 蓝筹股和科技股 谁能持续走强 来看一下大家今天的讨论 熊霸天价2019说 牛市可欺就在年底 趋势说结构性行情 持续演绎 珍惜任何一次反弹的机会 另外一个杨百万说了 蓝筹和科技 两者参与的资金性质不同 各自运作 只要中国经济向好 都有机会 怎么评价现在这个蓝筹和科技 大家可能会考虑到 它不同的 比如说上涨的节奏 或者说上涨的这个时机 包括这个上涨的这种程度 怎么看这个变化 如果是信心科技类的股票的话 的确是容易得到大家的追捧 至少短期内 因为大家的想象力会 空间比较大 比如我们想到这个口创板的设立 就给人感觉到 我们是不是倡导 一个科技创新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 初心就是这样子的 但这是我们具体投资的话 我们要不要区分是 哪是传统的一些行业 或者哪些是 信心科技类的 就取决于 你是不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如果不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的话 那么对你来说就是危险的 最终我落实到认为 传统跟这个信心科技 某个阶段来说 是认为是这样子 但实际上长眼来看 它们有时候会动态发展的 原来我们讲了很多传统的话 其实它们也曾经是 当时的信心科技类的 所以最终还是 无论是传统的行业 还是这个信心科技类 就用是不是核心资产 明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不用去分 蓝筹还是科技 一定是一个在某个领域的 比如说龙头 或者说核心资产 这个观点 杞耀俊应该也是认同的 首先龙头这个观点 九鼎的刘总 这个我是赞同的 但是如果说 要把这两个板块 做一个区分的话 我是这样评判 科技股是短线走势强 长线的话是蓝筹 这个蓝筹股票好 所以对投资者 如果说你的机奏 你能保得好 选股能力强 那你配置一部分科技股的话 注意它可能什么是进 什么是出 对于很多投资者 如果说你的选股能力 不是太强 机奏保不是很好 我觉得的话 更多的配置蓝筹 在目前2900多点这个位置 更加保险和稳健 好的 有关行情的话题 我们稍后继续讨论 再来关注 MSCI的二次扩容 A股纳入MSCI比例提升方案 共分三步走 8月8号凌晨 MSCI公布了季度指数评准结果 那么A股纳入比例 提升第二步将实施 把A股纳入比例从10% 提升至15% 并于北京时间今天收盘后 正式升降 这对于市场和投资来说 会是怎样的机遇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各家基金公司的观点 南方基金表示 自A股在2018年6月 纳入MSCI以来 超过2500亿元资金 通过陆股通通道 进入A股 A股外资比例逐步上升 外资的流入 体现了国际投资者 对于A股当前投资价值的认可 展望未来 随着A股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包括配套衍生品在内的投资环境 日益改善 外资流入A股的趋势 依然不会改变 华安基金表示 此次扩容将A股纳入因子 从10%提高到了15% 世界今年5月调整后的第二次扩容 今年11月 还会将纳入因子调整到20% 据测算 此次纳入影响的资金量 超过220亿美金 约1600亿元人民币 在当前的全球市场下 A股由于估值相对较低 经济基本面良好 中长期来看具备较高的配置价值 这也是随着MSI纳入比例提升 外资加大配置A股的根本原因 招商基金表示 由于外资机构投资者 代表了养老金 主权基金等长线资金 能够更彻底地践行价值投资理念 因此外资机构投资者比例提升 有助于A股市场 形成长期价值投资的主流理念 在这一过程中 MSI系列指数和相关基金 也获得了国内投资者的持续关注 相关成分股 由于有明显的资金配置效应 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超额收益 太平基金表示 此次MSI成分股扩容 对A股市场的影响是积极的 增量资金将在一定程度上 提振投资者情绪 有利于A股市场 同时 此次MSI成分股扩容 会推升A股市场 大盘蓝筹股的估值 从而影响港股市场中 同类风格股票的估值 这个显然是会对A股 构成一定的一个支撑 对资金面是一个利好 不管是名胜也好 还是从这一个富士罗素也看 他们都是代表这种养老金 这种主权基金等等 一些个超长期的长线资金 所以他们的投资理念 相对比较成熟 会坚持这一个长线投资 价值投资 我们通过这一个港股通 和QF的持仓明细 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持仓 多半是这一个行业龙头 包括一些机油股等等 市场表现也非常的理想 这些股票 我们认为接下来 可能会继续的受到青睐 投资者也可以重点关注 昨天新版药品管理法审议通过 将在今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 那么本次修改呢 也是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进行的 第一次全面修改 新版的药品管理法 释放出一系列的制度红利 受此消息的影响呢 近期医药股表现强势 那么吃药行情正式开启了吗 在总则中 药品管理法明确 国家对药品实施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上市许可持有人 依法对药品的安全 有效负责 对药品的研制 生产 经营 使用全过程 依法承担责任 根据新修订药品管理法 未经批准进口少量 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 不再按假药论处 对未经批准进口少量 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 情节较轻的 可以减轻处罚 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后果 或者延误治疗的 可以免于处罚 新版药品管理法总则 明确规定了 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 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境外新药 抗癌药的审评审批 新版药品管理法还明确 对罕见病新药 儿童用药品提升优先权 以增加供应 新版药品管理法 提高了财产罚幅度 加大了资格罚力度 增加了自由罚手段 对严重违法的企业 实施双罚制 处罚到人 并强调了各级政府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相关职责 此外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 并没有禁止 处方药的网络销售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称 未来将坚持 线上线下相同标准 一体监管的原则 这个药品的销售网络 它必须和卫生的 这个医疗机构 要有一个互联互通 要信息能共享 我们主要为了是 确保处方的来源真实 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再一个就是它配送 这个配送也必须要符合 药品质量规范的要求 受政策利好等因素影响 今日早盘 制药和医疗保健板块 继续上工 龙头华北制药七天六板 暴涨近90% 福安药业 辅仁药业 东北制药 龙筋药业等涨幅靠前 我五生物 麦瑞医疗创历史新高 万能数据显示 年初至今 医药板块也累计上涨 超32% 其中自8月上学以来 指数涨幅超10% 上涨趋势更为明显 业内人士指出 板块近期表现强势的原因 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不少医药股 半年报强势超预期 第二是近期医保目录 结构性调整 此外 在市场避险情绪 高涨的环境下 医药板块 也是不少资金的避风港 在外部扰动因素的情况下 医药行业的确定性 这样的一个特性 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对于后续 我们还是保持一个 谨慎看好的一个态度 特别是对一些 优质的龙头公司 和一些估值合理的 这样一些二线龙头 以及优质成长 我们都是持有一个 看好的态度 我们觉得它是能够 长期跑赢大盘 走出独立行情的 今天的热点行业追踪 我们来关注 生鲜电商行业 近年来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转变 大大小小进行 生鲜的电商随处可见 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 2018年 我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 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 在行业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相关从业者都能实现盈利吗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月4日 永辉超市旗下超级物种 上海首家门店 五角厂万达店关店 该门店开业至今 不到两年时间 对此 永辉云创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述门店的变化 是属于基于业务和物业条件 考虑的正常营运调整 它就是做一个门店调整 它会换到另外一个新的地址 会开一个新的店 它的运量很多吧 不会完全是 尽管永辉方面一再表示 关店是正常的营运调整 和亏损没有太大关系 但永辉超市2018年财报却显示 超级物种母公司永辉云创 2018年营收21.77亿元 净利润亏损9.45亿元 此外 在2018年12月4日 永辉超市发布公告称 永辉云创 及其控股子公司 将不再纳入永辉超市的 并表范围 现在的生鲜的主要玩家 不管是用哪种模式 比方说大卖场模式 比方说这种小店的模式 前置舱的模式 其实都是处在一个 普遍亏损的一个状况 可以说这个行业 离真正到现在为止 来看离挣钱的这个阶段 其实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超级物种并不是 生鲜电商行业 出现关店的个案 今年5月31日 河马先生位于江苏昆山 五月广场的门店停止营业 截至今年5月底 美团小巷生鲜 关闭了此前在江苏常州 无锡等地开设的五家门店 美团点评2018财年的财报指出 小巷生鲜并未给美团 带来直接的业务收入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生鲜电商4000多家入居者中 4%盈亏平衡 88%亏损 7%是巨额亏损 最终只有1%实现了盈利 配送的成本 然后冷链的成本 然后自然的损耗 还有市场营销费用 总体加起来 现在平均一单的 可能的近的亏损 都在20%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 大部分的生鲜电商 都还没有找到 很好的盈利模式 那在供应链和那个 就是用户这一块 都有很大的一个补贴 那如果在这种要持续投入的情况下 很多小的中小型的 生鲜电商 它没有技术的优势 也没有资金的这种优势的话 或者说后面 包括品牌和规模 这一块没有明 这些要素上面 它都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那我们认为可能 未来这些企业 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可能大部分会退出这个市场 或者是被并购 生鲜电商企业烧钱的背后 则是巨额投资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不完全统计数据 2018年 国内22家生鲜电商企业 共融资近120亿元人民币 据暗媒报告 2019中国生鲜电商行业 商业模式 与用户画像分析报告显示 在今年的1至3月 生鲜电商企业 已经融资13比 融资约3.9亿元人民币 在目前还没有盈利的大背景下 发展只能依靠 资本的融资 一大批出场企业 在资本的扶持下 不断跑马圈地 现阶段 生鲜电商的竞争 是非常的激烈的 生鲜电商被业界视为 电商最后一片蓝海 不过竞争也是异常激烈 只有1%的生鲜电商 实现了盈利 为了求生存谋发展 近年来 不少电商巨头 开始进行产业链条的整合 打通从地头 到中端的农产品供应链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每天凌晨三点到早上七点 是蒋亦贤最忙的时候 他的工作主要是接收 从各个地区发来的新鲜农产品 然后进行分检 并在早上七点以前 确保这些农产品 能第一时间摆到货架上 比如说昨天晚上 他的表格上的来货量是8200 那么我们预定的收货时间 就是从凌晨的三点开始收货 然后从三点一直到早上七点 我们就要把这个商品 上到货架上 以保证顾客来到这个潮水的时候 能看到这个货 这些农产品大部分采用 基地直采的模式 从源头到货架最快 只需24小时 最大限度保证产品的品质和新鲜度 因此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我会买一天的量 就是当天吃 当天就是买这样子 因为我每天差不多都会来 无论是在线上 还是在线下销售 基地直采模式最受益的 就是田间地头的农民 电商平台通过输入各大产区 包括地理位置 特色产品 成熟周期等信息 经由系统运算后 将各类农产品 在成熟期内匹配给消费者 这样在短时间内 聚集海量需求 直接对接各产地的商户 就能迅速消化掉 大批量的当地农产品 估计今天卖的 两万三万资金左右吧 估计的收于七八万块钱吧 在往后是卖的挺好的 下来我们在这里 收收也很多了 也好卖了 种多了也不出卖了 我们在都种 十七八万块钱 背着什么的也不出卖了 电商里面通过拼团这种方式 可以把消费者那种长周期的 零散需求 把它归集为一种短周期的 这样一种批量需求 这可以契合中国的这种农产品的上行的一个特点 然后可以在果实那个极短的一个陈述期内 把它顺利地给卖出去 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的交易规模 在2018年已突破2000亿元 同比增长41.2% 预计2019至2020年的行业增速分别为39.9%和36.3% 虽然行业增长很快 但是实现盈利的生鲜电商却不多 因此减少从地头到餐桌的中间环节 尽可能降低成本 成了很多生鲜电商选择的策略 从源头过来确实节省了很多成本 然后整个新鲜度 品质都得到极大的改善 那顾客很买单 所以我们的销售市每个月都在上涨 可能是第二季度 我们已经比第一季度有翻倍的增长出来 就是生鲜蔬菜这一块 以拼基地的形式 在各大主产区落地运营 直接与农户合作 源头直采 缩建中间环节 提升这个农户 生鲜电商行业被形容为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一方面生鲜市场蕴含巨大的市场机会 另一方面受制于各类成本压力 生鲜电商要实现盈利尤为不易 如何寻求规模和盈利之间的平衡点 是生鲜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近年来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快速增长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8年 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3490.7亿元 同比增长43.3% 今年一至六月 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774.3亿元 同比增长26.6% 据国家统计局预测 到2020年 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将增长至8000亿元 在此背景下 无论是阿里 苏宁 拼多多这样的综合性电商平台 还是本来生活等垂直性电商平台 纷纷涉足生鲜电商领域 从中瓜分自己的市场份额 据土地概念的核心模式 是一个订单农业的一个模式 通过提前去锁定农产品的订单 然后在整个农产品的后端 形成效率的提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压缩了整体的成本 那么2018年 我们的农产品的订单总额 是653个亿 2017年我们是196个亿 那么同比增长是233% 阿里 京东等电商巨头入局 不断加码供应链 及物流等基础建设投资 并带来了线上线下融合的 新零售模式 使得生鲜电商市场备受关注 但是进入2019年以来 生鲜新零售模式从疯狂扩张 步入战线收缩调整阶段 短期首先我们现状就是 大家都没找到很好的盈利模式 一个就是规模的上升 或者是因为技术的提升 能带来一个就是效率 供应链管理上面 一个效率的提升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觉得长期来看 可能这个行业里面 是会有一些 就是说通过规模扩大 通过效率提升 来实现盈利的一种可能 随着电商巨头入局 和资本活跃 行业内频频出现 新的玩家和新的模式 升线电商市场呈现出了多业态共存的局面 比如以每日优先 丁东买菜等为代表的纯仓储模式 以河马先生为代表的电仓议体模式 还有以苏宁易购为代表的社区团购 在白热化竞争和烧钱规模 不断放大的情况下 丁东书认为 升线电商行业 也许不久就将局势明朗 头部公司胜出之后 将不再继续当前竞争态势 最近这一两年 很多升线电商企业会被淘汰 只有头部企业能够活下来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 升线市场经过之前 升线电商B2C模式的失败 近年来社区升线模式的探索和试错 市场将更加发现 具备升线竞争优势的超市公司的价值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请太平洋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 纪小俊和深圳九霄投资管理公司 董事长刘巧琪 来分析盘面现在的一些 大家关心的问题 今天很明显的是 券商板块领涨 另外的保险也涨幅居前 在一轮牛市的初期 往往大家说 券商板块 如果是整体大洞的话 往往是市场一个中长期会向好 今天这个表现能下这个结论吗 不能 不能 为什么 分两个方面 首先保险这个板块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就是在选板块当中 银行保险大消费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券商的话 券商确实是在牛市当中有这个情况 但是在反弹这个行情当中 也同样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这一种行情的走好 不是说只是牛市所独有的 因此的话我们不能说 只是用今天的一个走势 就是认为是牛市 就确定性到来了 我们就是从投资者 首先是要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因此在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先作为反弹处理 当然它这个反弹可能还会延续一段过程 所以投资者现在特别 我反复强调了 你怎么样把握好节奏 要低息 然后后面还要高抛 巧基觉得呢 巧基觉得现在 因为季小军一直是对行情比较谨慎 看你是不是比他要乐观一些 我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 保险行业的话 其实我一直都看好这个行业 第一这个行业 其实这个行业空间 还是至少我认为有一倍的空间 另外这个密度 人均一个保费 还有也有代替身 这两个叠加起来的话 我认为这个保险成长的空间行业 还至少四五倍的空间 所以说长期这个逻辑是应该不变的 那么短期内 今天有所反弹也好 就是第一 它估计的确是相对来说 比较低估了 所以低估才是硬道理 这是长期看好的一个逻辑 那刚才讲了一个券商 是否因为券商涨就意味着牛市来了呢 这个逻辑也不能够完全 换一个等号 就是你来判断 它是短线还是 还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信号 今天表现应该是短期 是明显一多了 因为我们看是一个中小 就是券商 其实呢 它的去年的一个盈利的基数 是比较低的 还有就是它总体的估值 特别是中型的大型的券商的估值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因为我们看以往的估值水平 大概它PP7到1.5到2.5的左右 这都是要合理的 那只是我们看这个中大型的一个券商 它的估值水平还是偏低 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是今天它动 能不能用一两句话就解释 其实刚才讲到一个 我们基板市场就周末的时候 有一个顶层设置出来了 其实很多券商对这个消息比较敏感 就未来基板市场的改革是很厉害 但是昨天没有动 昨天是说为这个外围的不利因素 影响比较大一些 但今天的话有点压抑了 就表现出来了 好 那么有关券商后续的情况会怎样 我们以后有节目再做专题的讨论 非常感谢两位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上海演播室 你好 永东 你好 郑三 那么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 两市大涨 蓝筹和科技 谁能持续走强 季晓军认为科技股短线强势 中长现在还是看好蓝筹股 而刘晓军觉得 关注科技股和蓝筹股中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你们怎么看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郑三 下面我们继续来探讨 这里是上海演播室 我是黄永东 那么今天的互生股市 跟昨天正好相反 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行情 上证指数强势收复2900点 创业版的涨幅是超过了2% 涨幅最小的上证50 也超过了1% 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 目前涨幅居前的板块 比如说像维生素 乡村振兴 整车 猪肉概念 无人驾驶 应该说今天的板块 几乎是全线上扬 涨幅比较小的是 消费电子 新材料 还有深圳国资改革 科状版方面 今天也是普遍出现了上涨 各股方面是多数个股上涨 稍后来详细地分析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两市大涨蓝筹股和科技股 谁能持续走强 另外我们每天会在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上开展 谁是最佳评选活动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 谁是最佳 选从一心目当中的 最佳主持人和最佳嘉宾 每天的投票结果 我们将在下午节目的最后揭晓 下面先来看看 今天重点关注的节目内容 股权变动引发九顶心财 股价持续暴涨 28个交易日涨超300% 油资风潮 深交所重点监控 陆家嘴观察 九顶心财一个月涨三倍 财经资讯精华 尽在陆家嘴观察 今天的陆家嘴观察 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 九顶心财 幻东加 1月三倍 货成腰 近期九顶心财 股价持续暴涨 引发市场关注 这支股票从7月18号以来 截至昨天的28个交易日里 累计涨幅超300% 近期的龙虎榜显示 市场常见活跃营业部 均有参与交易 8月23日 深交所表示 对九顶心财进行重点监控 那么九顶心财 为什么会出现这波暴涨行情 咱们来看在市场低位时 这类题材股的火爆 马上连线 记者高国辉 国辉你好 好的 我们看到九顶心财 价格暴涨 然后引起市场的关注 那么从公司的基本面来看 这是一家业绩频频的公司 就是它从2007年12月份上市以来 现在接近12年 那么在12年里面 我们看到它的主营产品 是玻璃钢制品和玻璃纤维 那么这个行业它的毛利率 就是这个企业的毛利率 平均这十几年 维持在20%左右 就是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低 那么从它的管理能力来看 就资产 金资产收益率来看 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 基本上都在5%以下 就是管理能力很一般 那么从净利润来看 从2010年到2018年 没有一年的净利润超过2000万 那么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 这样的盈利能力 显然也就非常的一般 从投资回报来看 这个公司先后两次 从市场目击资因6.5亿元 但是现金分红只有2000多万元 显然从投资回报来看 也是一个很一般的公司 那么这样一个公司 最近股价大涨 一个多月时间 股价涨幅超过三倍 那么主要原因就是 第一大股东 现在有可能换成震威集团 震威集团一般的投资者 很少听说这样一个公司 它非常低调 从2018年来看 震威集团它的营业收入 超过5000亿 是民营企业里面 在中国民营企业里面 排名前5名 这样一个公司 它主要是从事 同线和同的商下游 加工产业链 它的董事长王文银 也是一个低调的富豪 那么这个公司 在2019年的世界500强 排名是119位 就是实力比较强 那么王文银本身 布局九景星财 也已经有些年头了 从2017年12月份 他收上九景星财 10%的股份 成为第二大股东 在2018年2月份 当选为董事长 实际上已经在 悄悄地进入这个公司 但这个股价一直表现一般 也没有后续没有更多的举说 直到今年的这个前不久 7月17号 一纸公告 就说明第一大股东 要将它持有股份 里面的19% 这样多一点的股份 转让给第二大股东 王文银 这样的话 正位集团就有可能成为 九景星财的第一大股东 那个股东的改变 给市场提供了一些显向力 尤其是 是否存在资产注入预期 那么后续资产注入的规模和质量 决定了目前 这个股价能不能在这个估值上 能不能获得支撑 但是从这个股价 在短期涨这么高来看 就是风险也继续上升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我们从股东人寿来看 就在7月17号的时候 九景星财的股东人寿 有16000名左右 那么到8月20号 就一个月后 股东人寿现在已经飙升到36000名 说明筹码在分散 大户就正要把筹码分散给中小散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市场往往炒的 对冲突股炒的是预期 在预期朦胧的时候 可能股价会上涨 当然一旦预期兑现 有可能股价就出现一些回调 往往从市场的炒作特点 对T代股炒作特点 往往尤其是牛股被出 或者飙升 出现一些飙股的情况 意味着市场的整体的风险偏好在提升 我们看从2018年底到2019年初的时候 恒利实业在一个多月时间 就是连续11个涨停 然后东方通信不到三个月 股价涨10倍 从4块多涨到40多 然后这些公司的炒作 实际上是无厘头的 并没有实际的一些题材 但是油资的活跃 随后市场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 那么这次九顶新财的上涨 其实有实际的题材在支撑 但是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市场的风险偏好在提升 油资在介入 然后市场也许是一个转软的信号 好的 永东 好 谢谢国会的分歧 那么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九顶新财股价就涨了三倍 几升腰股行列 对此投资者怎么看 这样的股票能碰吗 来听听上海投资者的看法 有点夸张 可能会有炒作的嫌疑吧 可能事件驱动性 会比较多一点点 这方面影响 所以导致的话 目前来说 有很多市场产生一种 不理性的一个行为 对这家公司比较前提 比较看好 对吧 或者它一些 至少它 我们表现这个方向 或这个行业在某个时间段 应该还是利好的一个消息 至少是资本市场的 一个波兰会 一个注信机吧 至少会带一波热潮来的 不少投资者认为 像九顶新财这种 换个股东 股价飞涨的现象背后 大多是油资在炒作 而热情过后 往往是一地鸡毛 中小投资者 还是应该看公司的基本面 不要盲目追热点 我对于这种追涨停 不是特别推荐 我还是比较看基本面 和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 做投资 真准一个行业 在行业范围内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练进一场 比较盲目的一个跟风 或跟所谓的一个热点 学习价值投资的方法 去分析公司的本质 而不是去跟庄 说听消息做股票 应该用更常见的眼光 去投资那些 有经营业绩的 长期来看 比较低估的这些蓝筹股 郑威集团 入主九顶新财的消息 推动后者股价一路飙升 那么近年以来 涉及重大重组的个股 都有哪些 这些个股的表现如何 来看今天的数据挖掘 根据万德数据 通过统计购买方发现 今年以来 A股共有89只个股 完成并购重组 其中部分个股 涉及多次并购重组 从重组的交易总价值来看 超过百亿的有11只个股 超过10亿的有55只个股 按照交易总价值 从高到低排名 金额最高的两个购买方 是万华化学和云南白药 都超过500亿 随后的世纪华通 中原特纲和上海陵港 交易总价值分别为 298.03亿元 211.86亿元和189亿元 从上述89只个股 今年以来的涨跌幅情况来看 有67只个股实现上涨 涨幅超过50%的个股 有9只 超过20%的个股 有33只 涨幅最高的是维尔股份 上涨了1.9倍 中工教育和文态科技 上涨也都超过一倍 随后的诏益创新和中光学 涨幅分别为83.35% 和64.85% 排在第六的苏延景神 上涨了64.76% 万华化学 路效科技和新农开发 涨幅都在50%到60%之间 第十名思维列控 上涨了48.66% 从上述89只个股 所属的行业来看 这些个股的行业分布 较为分散 其中 属于化工行业的个股最多 共有10只 来自机械行业的个股 共有8只 来自电器设备 食品行业的个股 共有6只 来自汽车零配件行业的个股 有5只 现在是网友互动时间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两世大涨 蓝筹股和科技股 谁能持续走强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是上海尊伟投资执行 董事邱燕英 同时网友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同步观看直播 参与互动 来看几条互动的内容 天目期说 今天早盘的缺口 又留下了悬念 陆迪平说 看好蓝筹股和黄金白酒 蔡牌长说 注意短期风险 上一次跳空高开 3048补回缺口 后暴跌近300点 这波走势和上一波差不多 CFY说 明天券商股必然回调 另外迷茫说 中长线券商就是底部 现在没有多大的风险 长线 好 下面我们请叶映来分析一下 这个护生股市 8月6日和8月26日 就是昨天 两次承受了外部股市暴跌的压力 那么这两天 应该说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是震荡走高 那么你觉得 A股现在是不是 会有比较自己独立的走势的可能性 目前就是从这几次表现看 可以说我们管理层 一直强调的 A股的韧性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强的体现 这个韧性来自于哪里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来自于风险释放 从3200多点一直回落 这个我认为所有的内外的风险 基本上在这个股价上都做到了一个释放 这是一个韧性的一个基础 另外就是整体市场 它所处的一个估值位置 确实是下跌的空间 我认为是相对是有限的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所谓的估值低 是有一个支撑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个 我认为近期大家都看到了管理层 释放的一些利好 好像被外部的一些干扰因素给 我认为给淡化了 其实这些利好在逐渐的堆积 一个就是我们说看到的 就是停止了很长时间的重大资产充足 现在是这年会重点去鼓励去做的 这是一个 我认为这中国股市 以前每次有大的行情 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个资产充足 充足股 现在又重提了这个资产充足 另外一个就是近期鼓励上市公司 有条件上市公司进行分拆上市 我认为这些举措 都是来搞和我们的存量资产 就中国股市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存量资产 就是这三千多只股票 我认为不良资产太多 你要想让股市涨 你必须把存量搞和 而不是说不停地上新股 上新股只会让他问题 通过分拆提高他们的质量 对 只要这样的话 整个股市 我认为它是利好的效应 慢慢地堆积 股市上涨的一个效应 可能就是慢慢地就会扩散开来 可能就走强 就是我们一句话来描述的话 就是最近股市韧性很强 该跌不跌 对吧 你刚刚讲了几个理由 那么一个是提前风险释放了 估值也不高 比较便宜 那么实际上你后面讲了两点 一个资产重组 还有一个分拆上市 或者说目前很多利好 还没有反应 是不是你现在分析下来 对后市还是可以继续地看好呢 对 我是目前是偏乐观的 前期我认为市场的资金 因为是这个所谓的增量资金 以配置ETF这种指数类为主 所以它关注的资产 主要是我们说的 强调的所谓的核心资产 蓝筹 这一类股票 肯定是市场长期的一个基础 因为它们的成长性 还有它的一个估值优势 还有这个良好的这个治理结构 肯定是股市上涨的一个基础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 股市虽然跌了这么多 以茅台为主的 它都是创新高的 就是这个我认为至少短期 大家对它的一个吸引力 可能会下降 相对来讲整个股市 中国股市历来就是 偏重于中小类市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恰恰目前就碰到了 证监会出台了各类 鼓励把这些资产搞活的政策 那这一类如果资产搞活的话 那股市上涨的空间 才真正的打开 所以后期就看推进的一个力度 你刚刚讲的偏乐观 但是最后好像更多的 需要关注中小市的股票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是科技股 题材股 重组股 这些股票的活跃呢 这些活跃肯定会增强 就像今年一季的 我们一月份看到的 所谓的题材 虽然最后没兑现 像亨利事业 又是东方通信 但是它起到了一个 英零股价上涨空间 激活人气的作用 那近期我们看到 刚才强调的九顶心材 其实也是在 鼓励中大资产充足的背景下 起来的 那么这个效应一起来的话 类似的这些 中低市值的 这些所谓的业绩不良的公司 可能就找到了一条出路 那么你觉得是一个 存量的博弈呢 还是因为中小市值的活跃 或者说政策利好的 逐步的释放 会带来增量的进入呢 因为今天呢 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盘面 就是上午是一路冲高 这个创业板涨幅 就超过了百分之二 然后呢 到了这个五盘以后啊 整个市场是出现了 一定的回调 那么这个中间呢 像招商银行啊什么 就比较明显的是拖累了市场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存量的博弈 那么肯定是 比如说茅台的资金出来 到中小市值 或者说 科创板的资金出来到哪里 它是一种轮转的过程 那么如果是增量的话 那么应该说大家都有机会 那么你觉得是前者呢 还是后者呢 目前更多的还是一种增量 我认为在增量 有增量 你觉得有增量 对 你看今天 包括这一段时间 所谓的核心资产 为什么独立于股市呢 就是因为它靠增量的资金 来推动 无论是我们认购的ETF资金 另外还有国外这些 指数类的产品配置 这是一个增量推动的 它一个上涨 目前我认为这个中小类 就是这个所谓的 搞货存量的政策 如果出台的话 那我们这个市场的 这种增量资金 来自于中小投资者的 这种增量资金就会进来 那这个市场才真正的搞货 有一位网友叫岁月静好 他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科技的ETF 这个是不是值得去买 因为它可能选股上 会有一些困难 那么索性就选一个科技ETF 你觉得这样的操作 有道理吗 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讲 我认为就像目前 国外资金进入A股 一定还是以指数类产品为主 像科技类这个ETF 它基本上是从整体市场 来选择好的科技龙头 它不是说针对创业买的 也不是针对客厂买的 所以它这个我认为 不是帮它推销这个基金 至少它这个投资的 它帮你选好了 是值得去看的 就是帮你选好了 然后这个个股的 这个非系统性风险 也回避了 那么这个就是 基本上可能是优中选优的 至于是不是能够跑赢 单个个股 或者说强势个股 这不一定 但至少你能够享受到 科技股上涨的这个成果 对 另外降低了你选股的 一个风险和困难 那么你刚才讲到了 这个增量会有 然后中小市值 应该值得关注 盘活存量 这显然是 就是很多广大的投资者 希望看到的 因为可能大家持有的股票 不一定是茅台 但是一定会是有 中小市值的股票 那么你觉得 这个行情现在就已经展开了 因为八月份马上进入尾声了 还是说可能在九月份 直到年底 几个月都会是这样的状态 大体目前应该理解为 是一个启动为主 因为目前是一个 中央披露期 这一类公司普遍都 还是有一个业绩的风险 中央披露完以后 如果这个重组 还有分成上市的力度加大 那么它就会推动 我认为这个中小 所有的股市都全面上涨 因为所谓的牛市 我们不能强调指数的牛市 还是希望更多数股票能上涨 结构性肯定不是牛市 对 不是整体的牛市 是 但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说的 就是存量问题 你必须搞活存量 你不能说靠发新股 我来掩盖这个问题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很有针对性的 解决存量 存量搞好 股市必然好 好 休息一下 稍后是一组快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来看一组快讯 据媒体报道 央行近日制定了 对银行新发放贷款应用 LPR情况的考核要求 一是设定了三个考核时点 以及与之对应的 新发放贷款中 LPR作为定价基准的 应用占比要求 二是将贷款利率竞争行为 纳入宏观审慎评估NPA 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得通过协同设定 贷款利率隐形下线 否则在NPA考核中 实行一票否决 8月26日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表示 利率互换实时承接 业务试点上线 首周市场反应良好 机构积极参与 取得较好成果 首批20家试点机构 均达成了交易 合计成交125笔 共计58.9亿元 日前银保监会办公厅 印发商业银行 代理保险业务管理办法 将于10月1日起实行 办法规定 商业银行代理销售 意外伤害保险 健康保险 定期受险 终身受险 保险期间不短于10年的年金保险 保险期间不短于10年的两权保险 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之和 不得低于保险代理业务总保费收入的20% 8月13日起便因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停牌的天茂集团 于昨日晚间正式公布了 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 国华人寿交易预案 股份吸收合并完成之后 国华人寿将整体登陆A股市场 正式成为A股第六家上市前期 也将成为首家在国内上市的 中小型保险公司 今年9月 整体乘用车市场批发量 预计为198万辆 同比萎缩2.2% 相比7月 9月整体乘用车市场 在基础销量上增量29.8% 影响9月批发量的主要因素 是季节性上升带来的增量 经销商库存压力缓解 生命周期指数上升及厂商充量 带来一定的增量 稍后是网友互动时间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现在是网友互动时间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两市大涨蓝筹股和科技股 谁能持续走强 同时网友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同步观看直播 参与互动 来看几条互动的内容 首先来看一下 迷茫说 存量活跃才能带来资金 右转效应才有增量资金 应该是右侧吧 中说看好航运板块 好好说话说走一步看一步 还没有看到大盘 有进一步上涨的理由 中另外还补充 他说今年波罗的海 海运指数 从500多点涨到了 现在的2000多点 运价上涨了几倍 航运股盈利大增可期 但今年航运股价下跌 这个背离的现象值得关注 那年夏天说看好科技股 净水说没有科技股上工的日子 很寂寞 科技股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股也是资本市场的第一推动力 小和说现在普通投资者 大多都比较理性 而有些机构似乎更像散户 好 下面我们再请燕英来分析一下 你刚刚讲的存量盘活 确实我们也期待有这样的政策的 不断的推动 那么问题是 我们之前大家都说 价值投资要买蓝筹 或者说买这种 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股 那么你现在画风一转 或者说观点一变 要买中小市值得要重组的 这个选股上怎么来匹配呢 这个并不矛盾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短期行情 因为从长期看来 就是我认为选股分三类 一类就是我们强调的 所谓的核心资产 就是确实是看未来三五年 甚至是更远 这一类公司 好公司 都值得看好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必配品 就等于是放那里 不用来回忙活资产 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就是 我们要看边际改善的公司 所谓的边际改善 就是因为行业问题 还有一些产业的周期问题 还有共同球关系问题 它短期出现了好转的一些苗头 这类公司 以周期内为主 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 往往都能够 就是业绩上就有个大幅度的 就行业的拐点 改变 这一类公司 因为弹性大 所以大家对它的关系度 在短期内可能更有吸引力 目前我认为这一类 可能机会相对要少一点 因为整体经济还是一个 改善不是太大 第三类就是我们强调的 所谓的主题概念 就是强调的 刚才强调的资产充足 或者是分拆 它对这个股价的影响 是比较直接的 并且是确定的 就是因为有充足 或者有分拆上市 那么它就有一个 重沽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类机会 目前就是 我认为是 就是所谓的存量 就是你认为 投资的三类机会当中 核心资产是放长线的 然后边际改善 目前没有出现 选不到股票 那么现在主题概念 正好是正逢其实 所以有一定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 回到我们今天 互动话题的这个问题 就是蓝筹股和科技股 谁能够持续走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那肯定还是蓝筹 它走强的一些更稳定 因为所谓的增量资金 大家都看到了 今天还有 9月份 所谓的增量资金 就是买这一类股票 它是一个指数性的配置 它不管茅台处于多少位置 它都是按比重去配置 这种增量资金 在蓝筹上体现的 会比较充分 而所谓的垂量的 刚才强调那些主题类的 它是整个市场活跃了 好比说春天来了 大家都有机会赚的时候 它才会钱更多 这类机会会更充分 但是科技股和主题概念 可能有重叠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你比如说有些科技股 开始盈利了 它不一定是主题了 你比如说5G产业链 消费电子 它实实在在盈利 那么有一些 比如说人工智能 什么车联网 那么这可能还是一个主题的概念 是不是这个中间 还是要区别对的 是有区分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科技 基本上都是以业绩为主 所以我们一强调科技 往往都是 大多数是概念 目前来讲 确实有一批科技股 已经有了业绩 甚至估值上的支持了 但这个毕竟是少 并且他们也没有被市场落下 他们和蓝筹走势 基本上是同步的 你去看这一批公司 基本上是 甚至比茅台为主的 这些表现还要强 所以这一类股票 我认为短期 它的获得是超额收益的 可能性在降低 而强调的这种 所谓的存量 让资产能够盘活的 这种机会 它的边境改善 提供的想象空间会大一些 但是我不是倡导 大家去买这一类 就这一类 就是大家还是要分析 它到底有没有资产 去让它盘活 让它更值钱 可能就是大家还是要去 对于比如说中小市值 最后一百位 这个一百家公司里面 还要去不断地去精选 看它股东的变动情况 有没有重组的可能性 包括什么行业 可能都是需要 去深入挖掘的 对 还是要做足功课 就是行情它 就是做投资 它是一个长跑 千万不要看 今天涨了 我要抢进去 可能就对公司也没有认清 另外短期 这个股价到底有没有风险 也没有搞清楚 这样的股价可以 就已经坑上版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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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